我们昨天所说的是在新竹的选战当中有这么多的是非 而这些还不都是民进党 在大量的造谣抹黑 在媒体上、社群上、网络上 持续的在发动这样子一个负面选举的攻击所造成的吗 所以我请对手不要再置换这些主持 在偷换概念之下来尝试着又要攻击高红安 我想大家都明眼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样子的一个在新竹选战当中的是是非非 到底是谁造成的呢